是不是只能用这六个颜色 既然是这样子 我就必须要把这个正机会的颜色 让它出现在每一页 有听懂 所以我们现在要来做这件事 怎么样让这六个颜色出现在 每一张头影片 听得懂 现在我们要学习这一件事情 如何让六个颜色出现在 每一张头影片之中 好 有听懂题目 那我们现在来看 第一 请选这六个 第一 一 一 听得懂吗 我们现在做第一件事 前面那个根本上就算了 我们现在来选这六个 好不好 请选这六个 第一件事情 请选这六个 可以吗 选好了吗 第二件事情 请点常用底下的减项 减项 就把它减走 第三件事 我要去用检视里下的投影片母片 检视里面的投影片母片 请问我要贴在哪一张 是不是竹母片 是不是竹母片 竹母片 对不对 然后再选择 长右 底下的贴上 然后请翻到右上角 稍微缩小一点点 可以吗 当你放在竹母片的这个位置 以后每一张投影片通通都有 好 我们现在点投影片母片 关闭 母片解释 你看第一页 右上角是不是有这六个 第二页 是不是右上角有这六个 依此类推 第三页 第四页 可以吗 好 我现在只是说 让每一页都要出现这个六个 基本色 最标准的一个色彩 就只能用这六个颜色 有做完了吗 我要继续咯 或者后面会一直很快速的 一直在讲这件事 好 请问一下 如何设定我的简报的标准用色 所以第一我要设定我的背景色 背景色是它 我的简报的背景色是它 所以麻烦请 我们现在要快速的去设定标准 好 首先第一件事情 设定那个背景 所以请点1 1 解释 第一 请点检释 2 投影片母片 来 请 请 设定 这一张 主母片 滑鼠右键 请点主母片 滑鼠右键 滑鼠右键 有看到背景格式吗 点选背景格式 然后接下来 这个色彩 色彩 背景的色彩 有看到 往下的三角形 请点这个往下的三角形 然后请要色彩 选择工具 因为是在这个自己的档案里面 所以你可以直接选它 你有没有发现 每一张投影片的那个背景 是不是都被你改变了